是老板发给我的公司 全是钱吗 对 全是钱 能打开看一下吗 可以的 全是一块的 是的 全部被揉成团的一块 眼前这位戴着眼镜的女孩是小王 不久前她在某航空公司离职 没过多久她便拿到了公司老板补发的工资款项 当她拿到钱的时候 当场傻了眼 补发的款项竟然装了两大行李袋 本就内心不安的她打开了行李袋 不曾想到行李袋里竟全是一块钱纸币 并且每一张都被捏得皱皱巴巴的 小王对此感到气氛又无奈 这种情形不免让人疑惑 小王究竟做了什么 竟然被公司如此报复呢 我正在2019年9月12日入职了 全都汉允信要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在这期间呢 她一直截止到10月31号 公司都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并没有购买社保 小王表示 这还得从她与公司的纠纷开始说起 在9月份她来到某航空公司上班 一直上到10月底 但是在这期间公司始终没有跟她签订劳动合同 更没有为其购买社保 而在小王多次主动要求下 公司才不情愿地与她签了一份劳动合同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合同始终没有生效 公司表示要与她重新签署 可小王却感觉公司并不是她预期所想的那样 于是她直接申请了劳动仲裁 仲裁庭 仲裁对她提起了一个劳动仲裁的申请 仲裁申请的内容就是 要求她支付当月工资 还有一个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以及未购买社保的一个赔偿金 总共裁接下来是5262块 向公司提出了支付当月工资 未签订劳工合同的双倍工资 以及未购买社保的赔偿金等 最终种裁的结果是 公司总共是向小王赔付5262元 结果出来后 公司负责人要求在当地调解服务中心见面 并当场结清所有赔付款项 她到的时候呢 是两个人拿着我的离职证明 还有一个A4纸包装的一个像 A4纸包装的就是里面是钱嘛 她一来就问我要收据 我说你没有给我钱 你不是应该先给我钱 我再给你收据吗 她说钱在这儿呀 收据呢 她一直在问我要收据 我把收据给她了 收据给了她 她再把她手上那张A4纸包裹的钱 那样子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一张 里面是一叠一块的一块面额的纸钞 独自在外闯荡的小王 不敢与公司的领导发生争执 还是先给了收据 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结果A4纸包裹的钱后 小王打开一看 竟是一打一块的钱 见此情况小王紧忙询问公司负责人 这是怎么回事 可负责人却一脸不屑地回道 别多想公司不差你这点钱 过了一会负责人提着两个行李袋 走了过来 两个行李袋装了满满当当的一块钱纸币 当我一打开的时候就非常诧异 她说你点吧 就在都在这儿呢 点吧 点完差多少我补多少 我当时愣了一下 因为我收据已经给她了 我就在那儿轻点 于是小王很有耐心地数起了钱 从下午的三点一直到工作人员 全都下班 他还没有点完到了七点 他总算点完了 小王表示两个行李袋的钱 自己数完了 却只有两千多连赔偿金额的一般都不到 可当他找到负责人说明情况时 负责人却认为他贪得无厌 现在就是说 别的这个钱呢 就是说我是有点不合理 但是呢 并不违法 点完之后好像那个钱还少了一部分呢 这个 这个恐怕就是他 这个是贪得无厌了吧 我觉得 咱们公司其实是给够了的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不一样 最终小王决定 起诉这家某行公司 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有点不合理 我现在是在幻想下的 有点不合理